買戰利品搭機後 許多人就會直接放在座位 鎮上方置物箱 不過這動作竟然容易被偷 有民眾發文 近日到日本大阪玩 在關西機場買了巧克力餅乾等免稅品 進到機艙 擺在座位上方置物箱 一落地明明是第一個 打開置物箱的人 整袋東西竟然不見 讓他傻眼大嘆 小偷也太多 真的嗎 放在對面 這樣有道理 看當時候 到底有沒有多少空間給我 有時候我沒得選 當時民眾說 有何空服員地勤反映 留下資料貨就不了了之 網友也紛紛留言 飛機小偷已經存在多年 懷疑有模仿犯 可以報警掉監視器抓人 但空服員坦言 很難找回遺失物 聽過小偷集團 他們會專門偷高單價商品 或者是錢 夜行的時候 有時候燈也會全關 放在上面的櫃子 不要很零散 放在同一個區域 只能報警 你也不能去收聲 是有監視器的嗎 據我所知是沒有吧 其實機會很渺茫 飛機上最容易被拿錯的 就是免稅墊的袋子 因為他們都長得是一模一樣 建議是換成自己的購物袋 而且是要有拉鍊的那一種 頭上有死角 放在自己座位 對面的置物箱 一有人打開 才能看到 是不是拿到自己的 裝免稅品的袋子 一律放到座位 前面下方放腳的地方 或是把物品放進登機箱上鎖 避免戰利品還沒拆 就被空中大盜悄悄帶走 記者 王珠